在宁波江东啊有一个叫做汤之浴的洗浴中心 上个月17号民警到这洗浴中心所在的宾馆进行常规检查的时候呢 在洗浴中心吧台发现了一本账本 账本上除了正规的营业收入外呢 还有给出租车司机的提成 一看啊这提成还不低 一个司机一晚上能够拿走好几百 那这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会不会有问题呢 循着这条蛛丝马迹民警展开了调查 账本记得非常详细 上面有服务号上中时间 服务规格营业额都一一记录在册 其中还有一项是给出租车司机提成 从账本的记录来看 民警已经初步断定 这个洗浴中心里有猫腻 这个是小姐的编号 小姐的号码 第三行 第三行是那个他收费 这什么意思呢 四十就是四百块 客人付了四百块 然后减去十 这个十就是付给出租车司机一百块 第二天晚上 警方在现场进行了蹲守秘密取证 民警发现进出这个洗浴中心的人很多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租车司机带过来的 而司机们把客人送到 也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坐下来喝茶 很悠闲 这个跟出租车司机这种平时这种忙碌的工作这个有很大的反差 所以我们初步怀疑这个出租车司机带客人过来是有回扣的 十一月二十二号晚上抓捕行动开始了 民警首先抓获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名司机交代 不久前他在等绿灯时 有人发给他这家洗浴中心的小广告 上面写着 拉客人过来就给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的回扣 填透后 这位司机开始为这洗浴中心主动招揽客人 事发到晚 他就介绍了三名外地男子 拿到洗浴中心送的三百元回扣 与此同时 另外的一组民警开始对这个洗浴中心进行冲击 晚上十点左右 指挥中心接到潜入洗浴中心内部调查的便衣民警发出的行动信号 立即下达突击指令 十多名民警根据事先的部署 迅速冲进了洗浴中心 在其中几间包厢里 正在交易的几名男女 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 就被民警堵在了床上 场所的工作人员也被一并控制 最后警方从这家场所带走了28名嫌疑人员 12月5号 另一名涉案的出租车司机被抓 至此此案所有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新闻直通车综合报道 经审讯呢 其中六名嫌疑人 包括两名出租车司机 因涉嫌组织介绍卖淫被刑拘 11名参与卖淫嫖娼活动的违法人员被行政处罚 所以说呢 不要以为给人家介绍生意赚点小钱没什么关系 同样是要负担刑事责任的 两句话 不该拿的钱不要拿 不该做的事啊 就不要做 点击